然后后来我们在床上面坐的时候 我就摸一摸Ramy 然后Ramy的鸡巴也硬了 然后Ramy你看上去 他那种圆冬冬的 然后个子也矮矮的 也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很健壮的那种人 结果他妈的这个裤子一脱之后 那个鸡巴你知道吗 他皮肤白白的 皮肤黑黑的 幽黑幽黑的 结果这个鸡巴白嫩白嫩的 然后看上去小小的 结果最后一硬起来 一个他妈的一根大黄瓜 你知道吗 又嫩又多汁 又白不溜机的一个大黄瓜 你知道吗 真的是看着还挺可口的 然后老姐就伸出来一个咸猪手 就这么撸了撸了撸了 然后越撸这个Ramy鸡巴 就这么一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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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看上去就特别的有活力四射 你知道 当时我就感觉果然小年轻 然后我呢反而没有任何反应 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一方面我见的比较多了 另一方面呢就是 我感觉吧 就是怎么说呢 我平常一般把自己当做一个这个旁观者 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仰尾 还不知道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知道吗 然后没有感觉嘛 自然就不会有任何的胜利反应 但是我想起来那个时候 我跟我们家瑞士宝宝在一起的时候啊 他一脱了衣服 然后老姐也就是跪了给他按摩啊 然后我激发就种瞬间勃起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这种要求很高 你知道吗 就是已经见多识广了 然后很少有些什么人能够让我有这种 很直接的生理反应 然后所以嘛 就是看了Remy嘛 就没反应 然后呢 当时嘛 我就觉得吧 反正脱了脱了 对吧 就是大家起码干点什么 然后我看这个Remy的注意力嘛 完全就在这个伊丽这个身上 然后我蹭了一下 就把那个手就伸到了那个伊丽的胸里面 就揪他那个奶罩 然后他就护着胸 哎呀不要 就是那种 哎呀很要保护了自己的那个破奶 哎呀我跟你说 真是这个伊丽这个丑逼真是 我也很直接你知道 我就跟伊丽说你这么丑什么这些的 那么 是的呀 伊丽是不好看呀 我就说你他妈都这么丑了 人家要放开一点 你就不要这么的捏捏捏捏的 对吧 你说 那些长得好看的 对不对 人家自然就能信到男的 你们就是对吧 这个生理方面欠缺一点 一个性格对吧 比较张开一点 对吧老姐姐已经开始给他 已经开始给他PUA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知道就牛牛牛牛的 然后我就把他奶罩给揪出来了 他又害怕这些奶罩被拽坏了你知道 然后呢反正不情不愿的啊 终于把他这个上身就给拖了 然后露出他这个奶 然后我给你们说啊 这个伊丽嘛 这个看上去啊 其貌不扬的 但是这个奶真的是很漂亮 我跟你说 伊丽的这个奶绝对 很漂亮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哎 现在想想看 我觉得哎 你看看老姐都有点流口水了 就是 我这个人对于好看的东西啊 永远是 不会吝啬我的这个 这个花言巧语的啊 真的很漂亮的一堆奶啊 伊丽这个奶 确定可以打 满分十分的话可以达到九点五分啊 你看这个伊丽 看我估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也是一开始觉得啊 我骂他丑什么这些的 心里面不高兴 这个一听啊 我看他奶这么漂亮 他现在肯定是乐开了花啊 然后呢 他这个奶嘛 就是真的很漂亮 然后呢 就是那种像那种水滴的形状啊 整个这个弧线啊 感觉像那种泡屋线一样那么完美 感觉像 数学完美计算出来的一个 一个产物啊 我见过很多女孩子 你知道 长得很好看 但是呢 一脱了衣服之后 那个奶确实不是很吸引人 但伊丽这个奶啊 我还跟他说了 我说你知道吗 伊夫圣罗兰 对吧 YSL 他很欣赏的一种奶 就是伊丽这种奶 像水滴一样 然后就是威锤 但是呢 那个监督呢 又非常的坚挺 你知道吗 就像两个机关枪一样 就指的你 像说Fuck you 你知道吗 就那种非常坚挺 和非常confident 非常自信的这种奶 奶的形状 然后呢 我当时一边嘛 就是在夸业力的奶 一方面我还把这些 我的这些想法 翻译成了英文 然后跟Ramy讲 Ramy听了之后 你知道 更觉得很兴奋 就觉得哇塞 真是 逮得了一个爵士好奶啊 然后呢 我就说Ramy 你赶快吸几下 然后呢 哎呀 然后呢 Ramy这个脸就靠过去啊 然后那个 伊丽就捂着奶 哎呀 就不好意思啊 什么牛就捏的 然后呢 我就开始啊 把手身上的 这个伊丽的这个裤裆 他的那个裤裆嘛 他那个牛仔裤是扭扣的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给他解他扭扣 他说哎呀 不要不要 他说 我就看你们两个玩 我就看你们两个人玩 我能够最多接受的极限 就是 啊 脱了上衣就不错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说啊 嘴巴上说不要 其实身体很诚实啊 这个Ramy嘛 就开始亲这个伊丽的耳朵 撩他的头发 然后舔他的脖子 然后舔他的奶 吸他的奶 你知道啊 然后呢 我就开始 你知道上下提手的 给伊丽解裤装 最后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各种不情不愿 最后呢 老姐姐总算是把这个伊丽啊 给扒光光了 哈哈 哎 我跟你说啊 真的是 个孤男寡女两个人在一起啊 是非常莫及的 你知道吗 有了老姐姐之后 你知道吗 一切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 这个雪上加霜啊 非常的急速 不可能事情就瞬间变得可能了 两年的事情瞬间 那么两秒钟就解决了 然后你看啊 把伊丽扒光光之后呢 把伊丽扒光光之后呢 哎呀 然后那个 哎 然后呢 就是伊丽说 哎呀 这个灯光太亮了 然后我们能不能关掉 然后关掉之后嘛 又太暗了 你知道什么机会也看不到了 黑灯瞎火的 然后呢 伊丽说 哎 他在这个摩洛哥的时候呢 学到了一个技巧 然后无非就是把杯子里面 接一瓶水 然后呢 把那个手机的那个灯打开 闪光灯打开 然后把这个水呢 放在这个手机上面 所以当时呢 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啊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暧昧的一个环境啊 然后呢 就等于说啊 就是啊 当时呢 就是我让Rami呢 躺在中间 然后呢 我和伊丽呢 就开始给Rami吸他两个奶 你知道吗 然后Rami身上嘛 有纹身啊 他真的不是一般那种埃及人 而且他已经是属于放弃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国教了 对吧 然后呢 他已经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了 然后呢 他胸口身上刻的一些纹身啊 都非常的大尺度 比如说他的左奶头上面就刻了一个纹身 就是一个女的这种道调在那边 就是被绑在那边 就非常有艺术性 你知道吗 就Rami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颗自由的灵魂 在埃及啊 在这么一个保守的环境之下 然后英文又说的这么好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和与众不同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我和伊丽嘛 给他吸奶啊 然后呢 我就把手伸下去 然后给那个Rami呢 就撸他那个大鸡巴 他那个鸡巴一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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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非常的有那个 对吧 视觉 这种啊 鲜肉的感觉 然后后来呢 就是撸了一会之后呢 然后呢 我说来来来来来 伊丽你到中间来 然后伊丽呢 就到了中间 然后呢 我和这个Rami呢 就开始给伊丽填奶 然后我觉得吧 就是 真的 我全程没有任何的兴奋的感觉 但是我 我的 我的感觉就是 我脑子里面一直在想着说 我们怎么可以再 玩得更好玩一点 就是我感觉我把自己 当做了一个导演 所以呢 就并没有特别的 就是把自己融入其中 你知道吗 反而你知道吗 就是伊丽和Rami两个人呢 更像是两个演员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就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enjoy 我反而我觉得 我像是那个牵线搭桥的 很多事情就是感觉 我在一直在盘算 而且遇到一些 比如说 可能 伊丽有一些事情 可能放不开啊 我还要去开导她 POA她 你知道吗 哎呀 真是 真是动了老姐姐的 这个IQ和EQ啊 情商智商都要消耗 你说她累不累 然后呢 就开始给伊丽填 然后呢 我就也吸了吸伊丽的奶 然后 感觉吧 怎么说呢 就是当然伊丽已经不是 我吸过的 这个第一个 对吧 女人的奶 对吧 我也吸过蛮多的了 但是呢 确实当时吸伊丽的奶的时候呢 没什么感觉 就没什么感觉 但是确实 我就会欣赏伊丽那个奶的形状 就确实很漂亮 然后伊丽的奶头也很大 然后后来嘛 我呢 就说嘛 我说我也想试试 然后呢 我就在中间 然后他们两个给我吸奶 然后吸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好痒 然后 我就开始回想起来 为什么 对吧 很多时候呢 我没有办法 就是很 enjoy 性爱这个过程 就因为我太敏感了 真的 我属于那种 特别特别敏感的人 然后你想 他们给我舔奶头 我都养得要死 然后我就不是很享受 你知道吗 所以的话 被他们两个吸了 大概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我说算了算了算了 太痒了 太痒了 来来来来 然后后来呢 就伊丽呢 跑到中间 然后呢 我们又给伊丽吸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开始把那个Ramy的那个屁股啊 往上撩 然后呢 就让Ramy呢 骑在那个伊丽的这个裆部 你知道吗 等于说这个时候Ramy的基板呢 就对着这个伊丽的这个B了 然后呢 我就把手伸出去啊 等于说呢 我就把手那个握住你知道吗 等于说就是在我这个拳头的前面呢 是这个Ramy的这个龟头 然后呢 我就拿着这个Ramy的龟头啊 在这个伊丽的这个B的这个口上面呢 就是绕圈圈啊 画圈圈 挨得魔力转圈圈 然后绕啊绕啊 然后那个Ramy的那个营业啊 就不断的分泌 你知道吗 哎呀 我手上面都湿了一大片 你知道吗 然后我觉得那个营业 不是来自于那个伊丽的 就是那个Ramy的那个前列腺液 你知道 非常的润滑 哇塞 真的飞泥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还让这个 就是Ramy捅这个 这个伊丽的这个阴道 然后呢 捅伊丽的这个B 但是呢 因为我的手不是中间 握在这块嘛 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插进去 因为Ramy的基板也真的很长 你知道吗 其实就算我的手已经阻拦了一截了 它还是有很长一部分能够 操到这个伊丽的B里面 然后就这么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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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呢 呃 我其实呢 蛮想让Ramy呢 无套插伊丽的 但是我心里面又过意不去 对吧 不要把朋友往坑里面推 我说 然后呢 呃 我就问Ramy 我说你想不想操伊丽 他说想啊 然后呢伊丽嘛 就说就是貌似那种点头 说OK的 我说呢 这样子拿个套吧 然后呢 我总下了下了床 从衣柜上面拿出来个套 拿了套之后呢 我就给这个伊丽 呃 我就给这个Ramy呢 就戴上了这个套 他就就更加可以啊 就是肆无忌惮的开始操这个伊丽了 然后呢 他这个啊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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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鸡巴就开始捅到了这个伊丽的B里面 因为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因为我 还有个方面是放不开 就是Ramy呢 玩的太花了 你知道吗 就是 不是那种傻白甜 你知道吗 就我也会担心会得什么性病啊 什么这些的 所以这也是个原因 就是我有顾虑 我没有办法放得很开 跟他们玩 然后那个 我又没有阻断药 对吧 然后呢 各各方面的原因 然后我也不想吸Ramy的鸡巴 然后呢 我就看那个Ramy嘛 在操那个伊丽 我在后面嘛 就是吐了口唾沫啊 在我的手上面 开始就是润 那个Ramy的那个屁眼 然后他那个屁眼啊 就在你一边在操那个 这个伊丽的B啊 然后Ramy的那个屁眼 你就一张一合的 然后呢 我觉得吧 我觉得Ramy应该被人操过 我觉得Ramy应该被人操过 因为他这个屁眼 的那个菊花的形状 就不是那种 没有被操过那种 那种状态 就是一看就是 已经被操过不少次了 而且他还有一点点痔疮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本来其实想 就是 我觉得如果他是个 就是没有被人操过的话呢 他一边就是操这个伊丽呢 我还愿意给大家舔屁眼 但是呢 一方面呢 就是 确实啊 他那个位置 你知道啊 就是不是很好 舌头够不到 你知道他的屁眼 另一方面就是觉得 哎 他这个屁眼 一个菊花看上去 被人操过的样子 你知道吗 就感觉不干净 也不卫生 而且之前也没有洗澡 然后呢 就想想算了 虽然闻上去呢 没有任何的意味啊 然后呢 他就在那边操 我就在那边舔 反正就是我舔了最后呢 顶多是他那个屁股 他没有舔到那个菊花那个位置 然后呢 我就在想 我说哎 我干点什么呢 反正我就手开始捅他的那个屁眼 一边捅呢 他就 我一捅他 他这个屁眼 他的这个屁股就开始往前顶 你知道 就开始操那个伊丽的那个逼 反正就是那种 你知道啊 就是他往前捅 就捅了伊丽的逼 他往后退 就会顶到我的那个手指上面 等于说他在操伊丽的逼 我的手在操他的屁眼 后来呢 我从一个指头嘛 就变成了两个指头 然后呢 感觉他就越发的投入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也有反应了 就是我下面也印起来了 印起来之后呢 我就给自己戴上套 我也想操那个Ramy 然后呢 但是操了 反正就不是很成功 你知道吗 就是Ramy呢 也就是这个屁眼 也加得很紧 反正一直都不是很成功 然后稍微呢 你知道吧 好不容易进去一点之后呢 因为不是很成功 就又泄气了 你知道吗 我的内心嘛 就又有一点 你知道吗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然后我基本上就软了 反正最后就是 也没操成功 费了他妈个避孕套 然后就这么来来回回的 你知道Ramy就 试了他的第一发 试了第一发之后呢 然后呢 我就把那个套子摘了之后啊 那套子里面全是那个 Ramy的那个精华 然后呢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给他带了第二个套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给Ramy按摩这个屁股 然后呢 我就觉得嘛 就是 我当时都给我的脚上面涂了一些润滑油 然后呢 开始把那个脚 你知道吗 就顶着那个Ramy的屁眼 然后呢 就像 像踹他一样 就这样子的踹他 然后他就在那边操那个伊丽 我觉得你说他他妈多爽啊 他妈自己都不用 就是费劲了 有我在后面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踹他的 他妈的直接可以操到这个伊丽的鼻里面 你知道多爽 然后呢 反正这个第二次呢 就时间长一点 然后呢 而且我感觉到我的那个脚后跟 你知道吗 脚后跟 已经能够怼到 就是这个Ramy的屁眼里面了 就说明他的屁眼已经很放松了 已经被我扩张得很大了 你知道吗 我在想 如果说我要愿意的话 我如果脚上面套了个避孕套的话 我都可以直接一个脚 你知道吗 就直接捅到他屁眼里面 就就就操他了 然后呢 就是这么 这种感觉 你知道让我就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个变态了 然后就能想着觉得啊 脚巴又硬了 你知道吗 感觉特别刺激 然后呢 反正很快Ramy的第二发嘛 就射了 射了之后呢 Ramy呢 就去洗澡了 然后呢 他的两个那个充满精华的套子 就放在桌子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套子给拿下来 把他里面那个精华都挤出来 然后我就问 那个伊丽 我说要不要 他说你疯了 神经病革 惊死了 然后呢 我就非常自然的 把他那个精华弄出来之后呢 就涂在了脸上面 当面膜 你知道吗 你像如果比较 如果我能确定 Ramy是没有艾滋病的话 对吧 比较卫生的话 我就直接喝了 但是呢 你想啊毕竟为了卫生嘛 你知道吗 就涂在脸上面当面膜了 你说涂在脸上面当面膜 又不会传染什么性病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涂了一脸 然后呢 就是这个时候嘛 这个Ramy嘛 就洗完澡了 他出来了 出来之后 他就看到我 哈哈哈哈 我在涂他的精华液 我还跟他说 你要不要涂一点 要不要自己尝尝 然后Ramy说 No 然后等于说 这一次嘛 这个三批呢 就彻底的就结束了 然后呢 Ramy呢 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呢 反正就是 他说 非常的难忘 然后跟你们说 你说 老姐姐真的是 你想 Ramy走的时候嘛 就已经四点钟了 走了之后呢 大概到了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 就是超市小哥 给叫过来了 然后 就把他吸了两发 然后后来 就是我害怕 他有什么艾滋病 什么之类的嘛 然后我就 对吧 就是瞬间 打了个飞滴啊 花了他妈四千块钱 从埃及飞到泰国了 开始买几段药了 于是啊 老姐姐就跟 于是你们就想想看 我的时间线 就连贯上了啊 到底这个整个 从上次这个 跟这个埃及小哥 超市小哥 怎么突然就回到泰国 怎么突然又回到 这个岛上面 对不对 这一切这个时间线 就连在一起了 好了 然后还有更刺激的 给你们啊 慢慢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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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